所以,在爱情面前,女人比较含蓄一点,就算遇到如意郎君,也是用暗示的方式向你表白。 剩下的事情都交给男人去完成,所以男人在异性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心细。 要察言观色,多多留意女人的举动,一般爱你的女人,她会用旁敲侧击地去试探你,有时候也会绕弯子,总之就是用她的办法来试探你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和应变能力。 有的男人说,她为什么不直接向男人表白呢?这个问题问得好,如果女人直接向你表白自己的爱,你绝不觉得这爱情来得太突然太容易了。 所以,女人的这些暗示,是有意和你发展关系的信号,浓烈的爱意,从来都是有痕迹的。 她暗恋你,喜欢你,想和你发展关系,那么就算嘴上不会明说,和你相处的时候,也会将你暗示。 或许,她平时是一个比较矜持被动的人,可是面对如此让她心动的你,也会让她放下内心的高傲,主动靠近你,希望你能够感受到她对你的喜欢。 这个时候,你若是能够明白她的心意,主动将她追求,那么你们的爱情很快就能修成正果,开始甜甜的爱情。 感情有时候就是这样,一个人喜不喜欢你,其实你是能够感受到的。 女人的这些暗示,是有意和你发展关系的信号。 总之,女人想和你发生亲密关系,会给你发出这些信号,男人别错过了。 第一,她会特别关注你的生活,说实话,一个普通女人想要她关心你,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,没有那个女人会无缘无故地去关心你。 也就是说,会关心你的女人,绝对是对你有好感的女人,特别是对你心动的女人,会经常性地关心你的点点滴滴和生活现状。 比如你跟哪个女人比较聊得来,对你心动的这个女人,会疯狂地吃醋,也会了解你和这个女人的整个过程。 如果确实是没有暧昧关系,这个女人会进一步地和你发展男女关系,尤其会关心你的生活起居和朋友圈。 如果你经常跟一群赌博的朋友,或者是好吃懒做的那种,女人肯定会瞬间放弃你,也就是说,只要你像个正常的男人一样去生活,这个女人就会融入你的生活和你走进热恋中。 当女人勇敢地融入了你的生活中以后,不管聊什么话题,你们都能找到相同的话题,并且也聊得热火朝天,也会和你海枯石烂。 当女人很努力地融入到你的生活,这个时候你该明白,女人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相爱的。 遇到这样的女人,你要好好珍惜哦,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 第二,她在言语上比较暧昧,在异性相处中,在众多的女人当中,你有没有觉得,在聊天的时候,总有那么一个女人在聊天的时候,总是偏向你。 特别是在语言上,很容易达成共识,举止也比较暧昧。 作为一个成年人,你也不要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女人只是用这种方式去试探你给你爱的暗示。 比如说她会问你,你觉得我怎么样? 有不懂男人会直接回答,你为人一般,你回答的这句话说明女人认定你不爱她。 就因为这句话,你的缘分就这样让给了别人。 其实她这句话,她的意思也很明白,就是给你爱的暗示,她只是间接一点罢了,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明白她的意思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女人,你也可以去进一步去试探这个女人,其实是否能走进恋爱中,就差这一步。 如果男人主动迈出第一步,让女人懂得你是真心的爱女人,这样女人才会接受你的追求。 很多的时候,女人在言语上对你比较暧昧,其实就是向你表白爱的一种方式。 你想想知道普通的女人,她会和你语言上的暧昧吗? 只有真心爱你的女人,才会对你有暧昧的需要和肢体接触。 第三,她想要靠近你。 当女人完成一系列的测试之后,女人会真正地想得到你,这个时候她的心已经在行动了。 当女人行动起来也比较直接的,比如说在同一个食堂吃饭,当女人看见你坐在某个角落里,女人会直接来到你身边坐下来黏着你。 这个肢体接触是女人的行动。 你要抓住机会给女人一个微笑,或者是你买了什么好吃的菜,可以主动分享一点给女孩子。 这样就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爱的测试。 你们的关系有成功的更进一步了。 遇到自己的真爱一定要把握好,只有喜欢你的女人才会对你暧昧,不喜欢你的女人躲你还来不及呢? 更不要说暧昧。 总之,只要你注意细节,女人的心思并不复杂。 虽然女人对爱不会直接表达出来,但是她会通过暗示或者行动来向你证明自己的爱。 在恋爱中,男人和女人表达的方式完全不一样。 一般男人表达方式比较直接,也比较胆大心细。 但是,女人在感情中表达的一般比较羞羞答答,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。 在恋爱中,就算是遇到了真爱,也不会主动说出来,更不会像男孩子一样主动向你发起进攻去追求你。 但是她会用暗示的方式向你表达内心的爱,在你面前表现得比较委婉和含蓄一点。 因为女人不像男人一样,就是失败了,也觉得没什么。 女人比较爱面子,也比较羞涩一点,因为她不知道你心里到底爱不爱她。 也害怕被拒绝,更害怕被拒绝之后连普通朋友都做不成。 如果有这些行为,那表示她想和你变成亲密关系。 一,用语言聊拨你,很暧昧异性之间,从语言上的互动,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关系。 倘若她对你无感,并不喜欢你,和你说话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太过暧昧的。 两个人的聊天也是比较简单清冷的状态,不会有太深的交流。 可她若是对你有好感,想和你发展关系,那么在和你聊天的时候,就会用语言聊拨你,让你们的聊天氛围多了些许暧昧。 她会主动对你敞开心扉,和你说她的心理话,让你走进她的内心,使你们的感情在一次又一次的聊天中逐渐升温。 虽然她并没有跟你说出她的心意,但是却常常借着开玩笑的名义,说出心理话,将你试探,希望你能够明白。 她用语言聊拨你,说一些暧昧的话,其实就是有意和你发展关系的信号。 二、找借口请你帮忙,很依赖异性之间,对你有好感的女人,会找尽一切办法,让你们产生联系。 她也不例外,自从跟你认识以后,就找各种机会和你套近乎,故意找各种借口请你帮忙,让你们的交集变得越来越频繁。 她会经常制造一些或大或小的麻烦,请你帮忙,过后再以感谢唯有请你吃饭,让你们的关系在一来二去的见面中逐渐升温。 感情有时候就是这样,一个人喜欢你,才会主动找你帮忙,将你依赖。 她找借口请你帮忙,对你非常依赖,其实就是有意和你发展关系的信号。 三,与你有肢体接触,很亲密异性之间,肢体上的接触,是最容易确定一个人对你心意如何的。 倘若她不喜欢你,对你无感,那么是绝对不会和你有直接接触的。 在和你相处的时候,她会和你保持有一定的距离,不会和你靠得太近,彼此的相处是有界限感的。 可她若是喜欢你,有意和你发展关系,那么在和你相处的时候,就不会介意和你有肢体接触,彼此之间是比较亲密的状态。 感情有时候就是这样,一个人喜欢你,才会默许你的肢体接触,没有丝毫见外。 她与你有肢体接触,表现出亲密,其实就是有意和你发展关系的信号。 在人际交往中,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暗示,而这些暗示可能是对方对我们有某种特殊的意图或者期望。 当然,这些暗示并不总是清晰明了的,需要我们通过细心观察和理解来解读。 在这篇文章中,我将讨论三个女人给出的暗示,这些暗示可能意味着她们对你有某种特殊的意愿,其中包括与你发生关系的可能性。 首先,当一个女人频繁地主动接触你,比如主动打电话、发短信或者约你出去,这很可能是一个暗示。 女人通常会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她们对你的兴趣和关注,希望能够与你建立更深入的关系。 她们可能会找各种借口与你交流,比如询问你的生活、工作或者兴趣爱好等等。 这种频繁的接触往往是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,为进一步的发展创造机会。 其次,女人在与你交流时会有一些暗示性的言语或者举止。 她们可能会以玩笑的方式暗示你,或者用一些含蓄的话语来表达她们的意愿。 比如,她们可能会提到关于性的话题,或者以暧昧的方式与你交谈。 此外,她们可能会在你们的互动中故意制造一些身体接触,比如轻轻碰触你的手臂或者肩膀。 这些都是她们试图引起你的注意并传达她们的意图的方式。 最后,女人可能会通过一些行为来暗示她们对你的兴趣。 她们可能会主动邀请你去她们的家里,或者提出一起观看电影、共进晚餐等活动。 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私密和亲近的环境,以便更好地与你交流和接触。 此外,她们可能会在你们的相处中表现出一些亲密的举动,比如拥抱、亲吻或者其他身体接触。 这些行为都是她们试图表达她们对你的吸引力和欲望的方式。 然而,需要注意的是,这些暗示并不一定意味着女人一定想与你发生关系。 每个人的意愿和期望都是不同的,我们不能仅凭暗示就做出任何假设。 在与女人交往时,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意愿和边界,以免造成误解或者伤害。 总之,当一个女人给出这三个暗示时,很可能是她想与你发生关系的暗示。 通过频繁的接触、暗示性的言语和举止,以及一些行为上的暗示,她们试图表达她们对你的兴趣和欲望。 然而,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这些暗示,尊重对方的意愿和边界,以确保双方的交往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。